6月11号 一组早年前 胡歌杨幂 写《仙界三众》主创 一同在博客记录生活点滴 分享心情感悟的博文截图 在网上曝光 其中 胡歌对工作的抱怨 是觉得跪圈浮躁 成绩如演艺圈 觉得自己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并直言自认为 已经是出淤泥而不染之辈 所以生活则感悟 称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 和妈妈聊天 却不被理解 像说老胡信中 一直都有着自己的想法的 而杨幂唐嫣和刘诗诗还晒诗过 三闺蜜又同款手机的照片 唐嫣在《仙界三》期间的日常 真的写得很早些 现在很少有人会这么详细地 讲自己拍摄时的故事了 最后一行字 唠唠读了 也难免有些唏嘘 而霍建华则是分享生活上野 由于被很多粉丝冒充注册博客 华哥还在博客上予以成亲 淡华粉丝一定要相信 自己才是真的霍建华 这也是有着迷之猛感 无理丽影妹子也曾开通博客 还怀念还珠拍摄 特别感谢穷妖阿姨 给予饰演情儿的机会 看着这些早年前爱豆们的博客 真是好怀念 那个没有滤镜和PS的年代 芒果老新闻 好想把明星都送回那个博客时代 好吧